注意看就在刚刚发生过的7.8级大地震的土耳其 当地人正在用中文高喊 蓝天加油 他们正在欢迎咱们中国的蓝天救援队 这也是第一支抵达土耳其的国际救援队 在满目疮痍的重灾区 中国救援队夜以忌日的在废墟中搜寻任何生还的可能 点亮一个又一个生命的奇迹 于是我们也看到了温情的一幕 一位中国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去当地的超市买食物 老板不肯收钱 只想要合个影 但中国救援队的队员温暖地回答 坚决不拿群众一针一泻 感动的背后更让人惊讶的是 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其实是自发的民间的救援队 蓝天救援队是一家纯公益组织 队员就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他可能是你家小区门口的保安 可能是给你送包裹的快递小哥 也可能是你家的木工尼瓦匠 在通过专业的训练严格的考核之后 舍己为人救援全世界 他们都是一群平凡的人 但却做着不平凡的事 这样的人有整整五万 更难能可贵的是 因为他们从来不接商业合作 不做广告 有人求救也不收费 所以常常是自掏路费餐费装备钱 他们更没有官方的编制 没补助没奖金 但是就算这样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哪里有灾难 哪里就有他们救援的身体 你还记得2021年河南暴雨吗 在被困齐腰身的地铁里 在被洪水淹没的小卖部 在水流湍急的街道上 就有蓝天救援队 当时合肥的一位博主的 去约理发师 迟迟没有得到回复 他正生气呢 但无意间的刷到了 Tony老师的朋友圈 却让他愣住了 上面写着 本人除了是发型师 还是合肥蓝天救援队的队员 昨夜的我们街道 河南救援队的支援请求 已经集结出发了 在齐腰身的洪水里 平时嬉笑的造型师 正一脸坚毅高举双手 仅仅拖住一个小女孩 谁能想到 这双理发的巧手 还能给人有力的守护 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 普通人正在用微弱的光 汇聚成一团希望之火 涂血不朽的英雄散播 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 山东蓝天救援队 机动队的队长许鹏 紧急出发一线 临行前他安慰自己 十岁的儿子 乖 爸爸去武汉打怪兽 许鹏辗转全国寻找工厂 从山东定制了一批消杀机 又连夜开车800多公里 送往武汉 但是就在途中 他却不幸遭遇车祸 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9岁 去打怪兽的孩子 爸爸再也没有回家 他用血肉之躯 扛住黑暗的闸门 送更多人到光明里去 这样的故事 在蓝天救援队里 还有很多很多 他们的英勇无私 也不止于滑下大地 更一次次驰援世界 这次土耳其地震 有人自费2万多 赶赴前线救援 有人三天只睡了4个小时 因为在灾害的现场 救援时间越早 生还的可能性越大 还有人12小时 都没有喝上一口水 但艰苦的条件 对他们已经是家常变分 什么叫国际人道精神 什么叫大国担当 他们就是 他们向全世界展现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救援队 脱下队服 他们也一样为生活 起早贪黑 但是穿上队服 他们向险而行 守护生命 不为钱不屠财 只为心中的大义 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超级英雄 那都是挺身而出的平凡人 关注小遥 说你听得懂的商业故事和观点